廢話 他名額那麼有限 不精心挑選怎麼辦 你今天你覺得他們精心挑選這些來台的人 很有事很有問題 那你就大名額的開放嘛 歡迎他們多多來 多難才能來台灣一趟 那他不精心挑選才有毛病 他當然要精心挑選啊 民進黨他 他把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種身份 視為一種洪水猛獸 而且其實也很可笑 今天隨便一個人 他看到馬龍看到陽線 腦海裡想到的都是奧運金牌 奧運金牌選手 但是在民進黨的眼裡 他是共產黨黨員 真的覺得你是什麼腦袋 你來你跟我講話我就要被統戰 你講一句話我的魂魄就要被你吸走了 所以我要保持我的台灣價值 我不能跟你溝通 不行 那你跟中國大陸要怎麼溝通 你要跟誰溝通 你不跟中國共產黨黨員互動 那未來你可能要跟解放軍互動 廢話 他名額那麼有限 不精心挑選怎麼辦 你今天你覺得 他們精心挑選這些來台的人 很有事很有問題 那你就大名額的開放嘛 歡迎他們多多來 那他們來台的如果不是這麼 能夠來台灣的這個 這個code啊 能台灣的這個名額 不是這麼稀有 好像你申請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有的話 那他們也不會挑選啊 那每一批訪問團 我這一次不來我下一團也有啊 那我何必挑選 那就大家想去就去嘛對不對 就不會有精心挑選的事情嘛 欸 多難才能來台灣一趟 那他不精心挑選才有毛病 他當然要精心挑選啊對不對 不然難得來一趟 我講真的 他們這一次來台的團員 我們那個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才跟這個 我們後製啊 這些小編才講 欸 這些學生啊 好像這個外型都不錯 那我相信中國大陸這邊 一定也有挑選的嘛 因為能夠來台一趟 那媒體曝光度一定很高 那總是要有一些門面的選擇嘛 那這就是事實啊 那他當然要挑選啊 不管從學經歷啊 學生的這個本身 學校也要被挑選 為什麼他要選清華大學 為什麼要選這些有代表性的大學 他可以選隨便一些 中國大陸也有一些學電視的大學 他幹嘛不選這些大學 因為他要精心挑選嘛 能來台一趟 那當然要 就是要展現他們比較好的 比如說參訪團員的這個素質 也要好的呈現給台灣的這些觀眾啊 因為他們來台一趟不容易 當然要精心挑選啊 我真的覺得自由時報 你們邏輯真的也很好笑 廢話 當然要精心挑選 誰叫你對他們管控那麼嚴 好笑 好 來 來 我們先QT一個QA 差點忘了 好 大陸的這些陸生團訪台 被指這些背景有共青團 還有共產黨黨員的身份 你認為 很敏感 就是肯定是精心挑選 B 沒有差別 就是一個身份而已 C 其他 你們覺得這個投票是怎麼樣 那個把你的意見給投下來 然後現在線上網友啊 我們會在這個中天二台說我們的主評 CTI PLUS中天二台 麻煩大家到我們的主頻道 大家就可以來參與投票 還有聊天區的互動 都會在我們的CTI PLUS的主頻道進行 好 來 現在第一題投票結果出來了嗎 好 第一題我們已經開放投票13分鐘了 那目前有100票的人來參與投票 那選擇最多的人是選擇B 沒有差別 就只是一個身份而已 有73% 那選擇A很敏感呢 肯定是有精心挑選的 其實有19%喔 好啦 我稍微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這個如果真的要細講可以講很久 但我稍微講一下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此時此刻中國共產黨 跟49年國共內戰的時候的中國共產黨 它的這個黨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改變了 這個黨的特性 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它像是一種社會上一種身份的認同 它是中國共產黨賦予這些社會民眾的一種身份 你有這個黨員的這個身份 那你具有這樣的身份 你就 你當然會有一定的社會榮譽 那當然你可能你要參加那個什麼 不管是公務機關啊 還是什麼 你是黨員的身份 有一定的便利性 但是你具有這個黨員身份的話 你也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榮譽跟責任是並行的 所以呢 中國共產黨黨員 你有黨員身份的話 你在社會上 比如說這個社區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服務的活動啊 還是什麼勞務工作啊 你要生先世主的 比如說救災救難 之前疫情的時候 新冠疫情爆發的時候 很多身先世主當志願者的都是黨員 黨員必須要優先 你如果不想 你如果不願意 你就不要當黨員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身份 那你這樣你具有黨員身份 你一定要負責一定的社會責任 所以你應該用一種社會的身份來理解 今時今日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種概念 而不是我們平常理解的什麼 國民黨 民進黨 民主黨 共和黨 這種黨 因為國民黨的人 他不需要考量共產黨黨員 國民黨的黨員 他不需要考量民進黨黨員的利益 他也不需要考量民眾黨黨員的利益 他只要考量國民黨的人 我要怎麼樣為我的這個黨好 他是有一個怎麼比較狹小的概念 就是我真的就是我自己的party 我自己的黨 我為我自己的黨去磨福利 我為我的黨的繁榮進步去發想去著想 但是今時今日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身份 他必須要為全中國 哪怕他不是黨員 或者他是其他的民主黨派的身份 他也要在他服務的範圍內 他要為全中國所有的老百姓 不分黨派來服務 所以中國共產黨黨員今時今日 他的這個身份 他超越了傳統我們認知的黨派 他是在傳統認知黨派之上的 更上位的一種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理解中國共產黨 我們不能用我們自己腦海裡面的這個黨 來理解今時今日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黨 我如果要細講我要講很久 但是我大概就講一下 所以不要用黨員來理解他 要用一種社會身份的概念去理解 今時今日的中國共產黨 現在中國大陸14億人有1億個中國共產黨 所以他早就超越了我們腦海裡面想像的那種 黨的那種概念 不知道我這樣講 你們理不理解 我真的要講我可以寫一篇論文 但是這個對台灣人來講 現在實在很難理解 但總之啊 現在中國共產黨 他已經整個深化到社會上各個基層 各個組織各個機構 各個角落都有黨員的 都有黨員的足跡都有黨員的身影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他現在就是黨國體制嘛 就是黨員跟國家一體的一個體制 所以你要跟中國大陸互動 那那個人是中國共產黨 是正常的啊 不然呢 那個人就會是中國共產黨啊 所以陳玉珍今天批評了 民進黨缺乏與大陸溝通的能力 這是重點啊 好來 我看一下 呃 來這個 民進黨籍的這個立委啊 黑熊學院創辦人沈柏陽表示啊 中方視這個交流為統戰的一部分啊 好來 那陳玉珍認為啊 重點不在於對方是否有統戰意圖 而是民進黨政府無法有效與大陸溝通 才是目前兩岸關係僵局的根本原因啊 好 我覺得陳玉珍委員講的這句話 是講到重點跟核心了 今天民進黨把這個團員啊 有共產黨黨員的身份拿出來說事啊 就是說啊他有黨員啊 也就是說民進黨他 他把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種身份 視為一種洪水猛獸 而且其實也很可笑 今天隨便一個人 他看到馬龍看到陽線 腦海裡想像想到的都是奧運金牌 奧運金牌選手 但是在民進黨的眼裡 他是共產黨黨員欸 喔 陳玉珍 你是什麼腦袋啊 好啦 但是不管啦 今天顯然民進黨 他就是把具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這種 這種事情視為洪水猛獸 那你沒有辦法跟具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人去互動 你沒有辦法跟他互動 你把他視為洪水猛獸 OK可以 那這樣就代表 你沒有辦法跟中國大陸溝通啊 因為你都把對方視為洪水猛獸 你要跟 你怎麼跟對方溝通 也就是 只要對方是共產黨黨員 你就拒絕往來 喔不行不行 我 你來你跟我講話我就要被統戰 你講一句話我的魂魄就要被你吸走了 所以我要保持我的台灣價值 我不能跟你溝通 不行 那你跟中國大陸要怎麼溝通 你要跟誰溝通 你跟這個 不管是路邊賣菜的還是賣茶的 他可能沒有黨員身份 你要跟他 跟他講兩岸的這個溝通與交流嘛 你不然 你不跟 你拒絕跟有中共黨員身份的人溝通與交流 你要怎麼跟中國大陸 現在來溝通與交流 這不是很好笑嗎 你只要坐上談 兩岸現在只要坐上談判桌 我們台灣這邊 中國大陸那邊的代表 只要坐上談判桌的 都嘛是黨員 那怎麼樣 那在那個場景下 我們這邊都要被統戰 魂就要被勾走了嗎 這真的很好笑啊 所以重點是 民進黨 你顯然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能力跟中國大陸溝通 去解決問題嘛 那今天重點來了 民進黨他沒有能力跟中國大陸溝通去解決問題 而且他又把要跟中國大陸溝通解決問題的人 抹紅 抹黑抹壞 反正就講你被統戰 你是中共統路人 還不許其他人跟中國大陸溝通與交流 那他自己又沒有能力去跟中國大陸溝通與交流 所以就導致兩岸交流的大門是關閉的 那今天如果兩岸的問題 矛盾 你兩岸的這個衝突與矛盾 不用溝通的方式 不用政治手法去解決 你也把這個溝通大門關起來 你雖然講得很開心 講得很 不是 講得很什麼 漂亮 就是說 大門永遠是敞開的 但是你又 又拿這種黨員的身份拿來說事 大門是敞開的 但是你黨員是來統戰我的 那你哪有誠意來溝通 那你自己沒有能力溝通 你又不讓人家溝通 那兩岸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那你就是逼著對方 文的不行 用武的囉 這不就是這樣嗎 那是不是 你今天 不讓 就很簡單嘛 今天民進黨立委可以 立一個立法院立一條法 就是具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 不准來台 台灣人不准跟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人互動 你就把這個立法立進去 講得清清楚楚 不然我們就要被統戰了 不然我們魂就要被勾走了 那你來台你就要來統戰我們 你就把這個法立清楚嘛 好不好 但是你敢嗎 而且我話要說回來 如果今天真的要做到這麼絕 你不讓中國共產黨黨員來台灣 你也不跟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們身份的人 溝通與交流 來做政治上的 不管是談判啊 還是處理一般的事物 你不跟中國共產黨黨員互動 那未來你可能要跟解放軍互動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新聞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膚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雙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